我国举办明年度少年棒球赛 远东西大会的球队会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常务会议中 首先讨论了修建球场的问题 原则决定以新台币1460万元的经费 把目前的台北市立棒球场 修建为可以容纳15000名观众的棒球场 修建场地的工作由台北市政府负责服务 另外推卸炒地的工作 也已经决定在下个月10号开工 我国主办明年度少年棒球赛远东西大会 球队会总办事谢国成 今天接受了本公司记者的访问 明年度的少年棒球赛远东西的大会 是我国主办 先请教谢先生的每次 我们场地的修建计划是怎样 是不是来得及完全修建 来得及什么 今天的常务园会主要的题目 也许在这个 什么样的修建 场地的问题 已经出去就好了 不过预算 初步的预算 只要1400万 这个一部分 当然是为少年棒球 中期大会的使用 一部分 还得出非常永迟的使用 现在我们预建 是7月底要主办这个大会 所以无论如何 7月底要主办这个大会 所以无论如何 7月底要主办这个大会 7月底要主办这个大会 就是在到现在 五个国家一定要参加的 另外啊 有这个韩国 还没有两个 如果韩国参加的话 是六个国家 参加这个 远中心的大会 明年这个 明年这个 比赛的前述啊 是三月底 明年三月底 我们一定要邀请 参加国家的 会长在这里啊 开一个会 参与 这个庞聚 还有这个 我们的 这个 进华 同时呢 在这个时间呢 在这个 三月底啊 要抽身 这个 比赛的 进出 那么最后呢 我想来请教您的呢 就是关于修建这个 酬场跟 担当这个 打赛的心碎 你现在可以很胜 的筹目了 今天呢 大家修建了 一个 原色 同时呢 对这个图案 大家 一直 接近 以后 请 台北市政府啊 尽量 给我们 帮忙 或者 与他的 有关机关呢 给我们帮忙 对 谢谢您这堂 要帮忙 谢谢